中文字幕志愿者 他就是採蜜的時候一點弱蜜比較強 吃比較好的 他是天生的王者 而且他就說 在蜜蜂的世界裡面 他就會成者為王 敗者為寇 他很限職 而且他是假性的大老社會 那個花粉如果我們沒有收就被他帶進來 因為吃花粉盡量是原味的 是顆粒的 而且花粉都在買來吃 也是要新鮮色的 那個蜂蜜不能加茶葉不能加豆花 那是香辰香客 豆花茶也不能加 不要加不要加 蜂蜜啦 蜂蜜也不能加 或是茶葉也不要 莫立蜜茶有沒有 光泉莫立蜜茶根本 6斤重 6斤重 那就是蜜跟他加工過 所以蜜不能泡熱水 我請你們喝 來 我請你們大家喝 所以小孩子不能喝蜜茶 如果有擔心的話 周歲以內就不要給他吃 所以精心不能喝對不對 一歲以內就不要啦 如果你們有擔心的話 我的小朋友是三個月就給他吃 我們沒有問題 我們不怕死 為什麼你們知道嗎 因為我們台灣的蜜蜜有什麼加工過的 國外的蜜就把它處理過 處理過環藥 喔 因為它本身就換五根殺菌的作用 為什麼蜜可以換個五年十年 它本身就是有這種特色 但是蜜就是一個很大的缺點 保存的是很介意唾液 還有那個水 最後要追這麼一點喔 不會很低到水 這個花粉也會比較乾脆 它維他命B以前有點帶陽性 這醫師是最了解的翻門弄糊 所以說盡量用泡的 因為我們中國人講的 一營一營之味道 要中和才有 所以要自中和 就是講這個原因 這花粉是不是 花粉一點不好吃 所以加點蜜 怕有維他命B 滴了滴蛋跟蛋明脂 所以說這個東西的話 你竟然有 不對這樣子 這樣會變蜜 這樣會變蜜 對 不會吸收 維他命B的東西 不會吸收 你的蜂蜜已經放在那裡了 蜂蜜就從這邊採下了 就從這邊 對 所以說以後買蜜就四個原則 喝起來越香越好 提起來越中越好 看起來像SK2的 經營剔透的 越好 然後你用火燒鍋不燒焦就可以買 全台灣省哪個地方都一樣 不燒焦 對 不燒焦就是證明它沒有糖 因為那個蜂蜜是葡萄糖 它不是蔗糖 這純的蜂蜜 我們加起來這樣看就知道了 給它換顏色的可以看得出來 還有它的濃度也可以看得出來 你是在看哪 倒掉啦 它不會馬上塌下 就是它濃度足夠 這樣 會均勻 但是它的稠度夠 不會壞 稠度 換個五年十年 像埃及木蘭 它那個皮膚那一層三千年的 還是可以吃 但是沒有人敢吃 那是死體 沒有人敢吃 以後你們那個 外面跟你講的是 如果說蘋果蜜的 水蜜桃蜜 櫻花蜜的 依照台灣的天候是沒有種味 我們自己種水蜜桃蜜 在清淨農場 我們夾地就沒有水蜜桃蜜了 所以就是騙了 自己也注意一下 不是那種蜜 因為它剛好是過年的時候 三月桃花開 對不對 正冷的時候在高山上 蜜用年會都不灰 蜜用差不多溫度十度以下 就不灰了 那那個可能是琵琶蜜 不是都不是 他們那種是進口的泰國蜜 就是品質比較差的 所以很稀 所以很清 所以他們騙人的 那種 現在很多人到泰國去 對對對 所以加蜜跟那個花粉這樣 合起來就 不是啦 單吃會變蜜 都誤會了 我可能剛才沒有講得清楚 要加水就可以 不一定要加蜜 加水把它中和 這樣子讓飲料來喝 什麼那個絲 我往弱絲區的那個地方 就用這個來做那個蜜 一邊閉是不是蜜啊 什麼 一邊閉啦 變閉 我們要吃花粉 那邊沒有吃啊 我很騙你啊 這個純的呢 快買一罐就對啊 而且這個一罐是多少 我們賣700塊 這個賣600塊 我們的花粉可以打折 花粉可以打折蜜 因為我們賣最便宜的 我先講 這是六斤的 等一下啦 那邊要喝嗎 我來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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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我喝 我來我喝 我喝一瓶就好 一瓶 他們是高單位 他們人品 他們中國大陸 在杭州 有嗎 他們在高單位 他們有研究在礦海 所以說他們是比較專精 你拿來打一瓶